小屏解謎 小屏解謎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堯 今天我們為大家帶來一點 比較不一樣的 我們好久沒有玩小屏解謎地圖啦 那這張地圖呢 叫做尋找小笨貓 不知道為什麼講到小笨 就會想到 對 好啦那這張地圖 是我在巴哈上看到的 那好像大家做尋找動物 都很喜歡找一些 阿貓阿狗啊 為什麼就是沒有找 其他動物的呢對不對 好OK那這是我們的重生點 剛剛旁邊有一個按鈕 然後這邊有兩張床 該不是雙人解謎吧 應該不是吧 好這邊有一個箱子 遊戲規則 遊戲規則是 請調冒險模式 難度物調和平 請勿破壞方塊 開心遊玩地圖 如果有BUG 請上巴哈留言 謝謝合作 好的 這個是我們第一個箱子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劇情1 檸檬弄小劇場 在這個風和日曆的日子 我正打算去吃早餐 突然發現 我家的小笨貓不見了 怎麼辦啦 怎麼辦 現在該怎麼做 對了 趕緊出門找一找 雖然不知道在哪 不過還是賭一賭了 檸檬弄 內心OS 可以貼尋貓起事啊 不要浪費紙 現在網路科技這麼發達 你在那邊浪費紙 這個按鈕不知道是幹嘛的 看一下 我現在已經更新為冒險模式 好 那我們就出去外面找找 嗨汪汪 喔他叫做小呆呆 哇 各位觀眾 這隻就是你們啊 小呆呆 好 那這邊左手邊有一間房間 我們先去看一下 喔 誰會在家裡倒岩漿啊 嗯 這間看起來應該是沒有什麼吧 感覺這裡 會不會藏有一些箱子之類的啊 總覺得非常的可疑耶 對著岩漿裡面點右鍵看看 說不定就在這 欸也沒有耶 怎麼可能 好吧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鐵針 也沒有東西 好的 看來我們一開始就不知道怎麼辦 欸沒關係 這邊還有 看一下 抗火藥水 喔 看來跟那個岩漿一定有關係啦 還有16個牛排 21個煤炭 未燒完 煤炭 今天 晚餐 看來作者也是一個蠻中二中二的小子啊 是不是 什麼都要 挪來挪去的 好啦我們把這邊的食物跟煤炭拿一拿 水裡面應該不會有東西了吧 對 好那我們就喝下抗火藥水 來我們這裡面找看看囉 希望是往上 欸好像是往上喔 感覺應該會找到路 欸有有有 你看是不是 馬上呢 馬上就找到了 吃一半的貓飼料 喔 貓飼料 這個算Bug嗎 還是故意的 你怎麼不是寫吃一半的貓飼料 非成就 非成就 好不管還是拿著啦 還是拿著 好還 都拿著 千貓 NO 鑽用鏈 大門 NO 鑰匙 他寫 可以放在地獄鑽上 非成就 什麼東西都沒有 好 沒關係 就全部都帶著 好不好 好 那我們拿到大門的鑰匙了 基本上我們應該是直接出去吧 這邊應該沒有什麼神奇的東西了 對 看起來是沒有啦 這個話 想鑽也很難啦 好 那我們就直接出去啦 噢 噢 噢 我剛以為怎麼了發生什麼事耶 中央公園 好來到我們的中央公園 這邊有好幾個人在散步 睡覺 遛小孩 好中間的箱子寫著劇情2 檸檬諾小劇場 我來到了平常帶他散步的公園 今天人好像特別少耶 算了這些不重要 現在要先找到他 可是我要離開時 公園大門關上是怎樣啦 警衛和我說同學啊 我不小心把鑰匙丟在裡面了 可以幫我開門嗎 快找鑰匙 快找鑰匙 任務 找到 公園弄大門鑰匙 好 公園弄大門鑰匙 是這個嗎 請將鑰匙放置在 綠色混凝土上 好 那我們現在要去找鑰匙啦 嗨 是這個嗎 哈囉 把你手上 啊 抱歉 不小心看著看著就把人家脫衣服了 算了 我覺得就是手上那一根啊 為什麼不能拿 奇怪了 該不是要叫我把他打死之類的吧 喔 我把他頭摘下來了耶 對啊 這裡根本沒有任何箱子的感覺啊 這裡真的有鑰匙這種東西嗎 我剛剛已經把這整個地圖繞遍了 我還跳起來 就是沒看到啊 到底是 怎樣 喔 這小孩身上還拿著這個恐怖的東西 是怎麼樣 太可怕了吧 好 我們現在就是右鍵連點看看好了 看看哪裡有什麼莫名其妙的東西 這個只能幫他脫衣服啊 啊這個 手上這個又拿不走 奇怪了 欸欸欸 欸欸 欸 幹嘛啊 蛤 呃 噗 不能脫人家衣服喔 嗯啊 現在是 什麼 什麼狀況 現在是怎樣 所以我到底是 嗯啊 我真的整個還在狀況外 我被抓到警局了 不是啊 要死就在他手上 我不拿走沒辦法 找到小笨貓啊 警察同志和我說 要有人來保你才能出去 不然就等一個小時 我再放你出來 不要走啊 現在也不可能有人來保我 只能等了 任務離開警局 哇 我還要 我還要在這邊等一個小時喔 這也太誇張了吧 喔 破壞鐵磚吧 破壞鐵磚吧 所以鐵磚是這個 再會啦 啊這個是警察 貝貝 再跟他講話一下 看我會不會又被抓到 啊 同樣的招 不要玩第二遍 什麼什麼招 嗯 什麼什麼第二遍 你想要什麼第二遍 好啦 那這邊應該就是 直接出去了吧 還有什麼東西嗎 看一下 劇情是 檸檬諾小劇場 離開警局後 我還在苦惱 到底要去哪裡找小笨貓 我抬起頭 看向 對面的超商 咦 這不是 就是我舊家旁的超商嗎 我進去後發現 一切都還是一模一樣 所以我問了 店員 小笨貓去 中癮 所以我問了店員 小笨貓去中癮 這句話是 是有BUG嗎 還是怎麼樣 是我國文太差嗎 好吧算了 我們就姑且當作他問了店員 很可惜的是 店員什麼都不知道 我還是繼續找他 在不在這附近吧 任務 進到超商 詢問店員 小笨貓的行蹤 對面那間是超商嗎 上面還寫了一個大大的87 這是怎樣 是在暗示我什麼嗎 好沒關係我們先進去看一下好了 這間感覺是什麼花店 是不是 檸檬爆社弩雜誌 近期雜誌 檸檬誌氣泡水 還有勒 ATM 沒有錢啊 人多時請排隊 好看來這個應該是超商了吧 哈囉 もしもし 又是一個菜皮疤小市民 這間是上樓 這看起來應該不像商店吧 那對面那個呢 上樓 這兩棟是什麼東西 不知所以然 好沒關係我們上樓看一下好了 這電梯也挺酷的 802 801 下樓 啊 人家在那邊機關做好好的給我做 我還能摔到受傷 可是我要怎麼問他啊 左鍵右鍵都不行啊 好來 各位觀眾 我剛剛找了很久 我終於發現了 你知道他在哪裡嗎 他在這裡 啊 可惡 剛完全沒有看到啊 不小心被你丟在這裡的 你家房門鑰匙 801 好 801 801 我們就可以去剛剛那邊了 好 801 這邊 好進去吧 啊 抱歉 這個是 劇情舞跟飼養筆記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劇情舞好了 劇情舞是 檸檬諾小劇場 我來到我以前租的小套房 很可惜這裡什麼都沒有 但我發現我以前 領養他實做的小筆記 或許 我可以從這裡發現什麼也說不定 任務 讀完筆記以後 按天花板的按鈕 好 飼養筆記 我們來看一下 2017年8月1號 中午12點50 天氣晴 我今天去領養了一隻貓 他看起來笨笨的 所以我叫他小笨貓 名字小笨貓 然後 愛情海貓 然後他是母的 喜歡主人 不喜歡小呆狗 哇所以養這兩隻在家 是每天在打架是不是 最愛的地方釣魚池 唉唷 最愛的地方 這感覺有點線索 釣魚池是不是 天花板的按鈕 按下去 喔 還真的來釣魚場欸 那我們就來 釣魚吧 檸檬自製 no 小釣竿 不管他現在有沒有no 我就是要加個no上去 劇情6 檸檬no 小劇場 我來到他喜歡的那個釣魚場 還遇到爸爸以前的釣友 他和我說 我有看見你家那隻小笨貓呢 我很激動的問 現在小笨貓在哪裡 他卻和我說 你幫我釣到五隻魚 我就告訴你 可惡 為了小笨貓 我惹 釣到五隻魚後 丟到漏斗裡面 好 來吧 命名牌 哇 這個有物魔的 所以可能要釣到魚 還不簡單欸 哇賽 釣到附魔術 哇 這怎麼不是我玩UHC 或者平常生存時候的運氣啊 好 五隻了 答題區 喔 我們來到答題區了欸 這是怎麼樣 第一題 貓 狗 兔子 鸚鵡 啊啊 題目是什麼 請問你在尋找什麼動物 貓啊 第二題 請問便利商店叫什麼名字 87便利超商 哇還有8加9便利超商欸 好啦 87 來 第三個是 請問女生作者的名字是 呃 西瓜 橘子 檸檬 跟芒果 應該是 檸檬吧 好 答對了 啊 第四題是 請問男生作者的名字是 阿權 阿瓜 阿賢 呃 嗯 欸 嗯 呃 叫什麼啊 應該是阿賢吧 欸 答對了欸 喔 不錯喔 請問這是 第幾章有兩位作者 合作製作的地圖 誰租到啊 好啦猜2 喔還真的答對欸 喔 喔 喔 隨便猜隨便中欸 這是寫什麼 B1 H1 這是什麼 Happy End 跟 我想要的結局喔 我來看看 Happy Ending看一下好了 喔小笨貓 原來你在這 它寫什麼 回到選擇區 前往成就區 這邊寫著什麼 H1 H1就看一下寫了什麼吧 檸檬弄小劇場 我在選擇玩最後一題時 突然被傳送到這個地方 咦 媽媽和小笨貓都在 什麼 媽媽你只是帶小笨貓出來逛一下而已 下次麻煩說一下啦 欸 老布啊 你長得還蠻正的呢 來 那我們選擇Bat End看看 成就 好奇 BB 我們拿到好奇寶寶 小笨貓 不會吧 OMG 檸檬弄小劇場 我在選擇完最後一題時 突然被傳送到這地方 奇怪地上怎麼都是血跡 那個頭顱是誰的 OMG 啊小笨貓死翹翹了 前往成就區 回到選擇區 這個是什麼東西 拿到小笨貓的頭頭兒啦 好啦 那我們好的結局的話 這裡應該沒有藏什麼莫名其妙的東西了吧 我們就直接前往成就區啦 成就區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 阿賢 然後這個是檸檬 喔 其實 OK啊 還蠻好看的 然後這個是 偷了邊緣協會成員的朋友 喝水有益身體健康 你唯一的財產 隨手關門 了解作者 好奇寶寶 欸我只拿到一個成就耶 太沒用了吧 喔有啦 了解作者這個也有 還有勒 只找兩個耶 我也太廢了吧 這什麼狀況啊 好啦 各位觀眾 那我們這張小坪解謎地圖 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這張地圖呢 也可以到baha下載來玩看看喔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那我們就下一部 實況影片再見啦 大家掰掰 謝謝你的觀賞 還看的開心嗎 喜歡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GP喔 也歡迎按讚我的粉絲團 鎖定我更多動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囉 掰掰